江西鄱阳湖边数十人合力拉起网子 把好几辆货丘的鱼投放到湖中 这个官方号召的行动 目的是要抢救大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江豚 江豚会缺粮 是因为主要栖息地鄱阳湖受到高温干旱影响 水位从7月开始持续下降 还创下历史新低 导致鱼类繁殖量大减 10月都还有民众看见 大量的鱼搁浅在岸边 虽然近期江西开始下雨 加上三峡水户补水 鄱阳湖水位止跌回升 但中长期来看还是呈现下降趋势 就怕江豚没鱼吃 大陆官方紧急向鄱阳湖投放3000公斤的鱼 现在水位的情况相对于10月份的最低水位来讲 有所回升 所以我们现在就暂时没有启动 这个人工牢和前地保护的这种应急一样 鄱阳湖汗情会不会导致江豚得强制搬家 大陆官方已经在鄱阳湖周边架设监测设备 观察江豚活动和鱼类数量变化 TVBS新闻张志明林明珍 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